大家好 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秦潇贤 最近大家都喊你秦奶爸 你觉得带孩子和看奶球八宝 哪个更轻松呢 奶球八宝这个吧 因为孩子吧 他有他唧唧个儿的想法 然后你有点管不了他 奶球八宝不一样 他最起码他听我的 对你让他别动他就不动 孩子你别动他就跑了 你这个不行啊 对不对 你的装机计划定长得怎么样了 看到机幼了吗 看到机幼了吗 我都抽筋了 如果和德云女孩灵魂互惯 你最想知道什么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说 跟他们如果真的换了以后 我想知道在他们的眼里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傻子 就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如果你在台下看这一演出 你会做什么 傻子 我就想知道 宣泄出来自己的情绪 马上就要700万粉了 你600万粉丝的福利想好了吗 我曾经答应过他们600万 我要拍一个尾道 没拍成 我不会拍 这拍完以后 我可能能露出来一天我都干嘛了 但是我不会自己挤 那我们先送你一份福利吧 你们上班还有福利呢 天干物燥 咋打开这个 这些为啥都是中药啊 大枣 爬辣海 浪眼肉 枸杞 我23岁就需要枸杞了吗 喂 那我就说是不是七队的每一个人都有对吗 对 那孟哥在里面 你们送的会不会是梅笔 对 一捆梅笔 他没有梅梦 可不得画多行 你猜为什么送你这些 天 你看天干物燥嘛 就是送这些东西可能就觉得我们 我们七队有点太燥的 这个也是天干物燥 天物干燥 天干物燥 对 这么念 这么念 天干物燥 焦造耳机 不是好像你们够厉害的呀 你们有内敷也有外用的 对不对 就你们这身下 然后变成一个静静子吗 你最想用他屏蔽生活中的哪种噪音 孟哥的噪音 他有时候一个问题会跟我说好几遍 比如说 你不能不吃饭 过一会 我行呐 你不能不吃饭 我行呐 你不能不吃饭 我行呐 你多吃点啊 他老这样 他给别人收到的是什么礼物 我猜周久良的你会送到三弦吧 九溪的 九溪的你会不会送到企鹅呀 七队里你最想给谁送礼物 我想送给刘晓婷 嗯 我要送他点美白的东西 他太黑了 对我哪里来跟你说 不就黑点吗 黑点的不是我的错啊 能管我吗 我是你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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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问题 最近有没有学新歌啊 最近一直在学这首歌 反正我觉得得有机会 我觉得我能展现的时候再展现吧 你们听过吗 你们听过吗 哎呀哎呀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it's all 头一回子采访的时候可以就光明睁大的把手机拿出来 真的 哇好幸福啊 我能把手机拿出来 竟然没有拦我 哎呀 我放个什么屏幕 好哎 华为哟 哈哈哈 打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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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真的好幸福啊 哎呦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这这手机还挺好用的 确实是 终于展示出来的 哈哈 真的平常平常所有的采访 就说要放歌的话 就是不要把手机露出来 就自己投门这样放 方法领活这样听 这节目没给打枪了 对对 哈哈哈哈 对啊 我们摄像饼 哈哈哈哈 对自己是在学这首歌